福里乡堪称是全国大米苍乡镇之一 然而乡公所农业科长玄缺已久 甚至人员更迭频繁 将代表徐秀之特别关切 再者对乡公所幸福广场的管理使用率低 以及后续改善计划等问题 在今天的定期大会中强烈质询 堪称是水稻之乡的福里乡 乡公所农业科人员更迭频繁不说 农业科长玄缺已久 向代表徐秀之特别关切提出质询 其实农业科长的角色很重要 所以我希望乡长您好好的去找 一个您的农业科长 把我们福里乡的农业好好的带起 第一个我求求我的公所 所有这款青年度 你怎么做这些 特别这些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把青年度 另外也质询乡公所在幸福广场 办理新春市集的成效 幸福广场使用率偏低 以及后续改善计划等等的问题 也在今天定期大会上 要求乡公所进一步说明 幸福广场如果在青春化季的时候 有一个小农市集的一个展示 我想在福里乡公所的晚站上面 你们可能就要把这个消息给发布出去了 应该是没有做到的 对 跟其代表在包括 原本的幸福广场的设计 本来就没有按照这个农民尸体的设计来做 所以它的整个动线 还有它的整个卖场的这个都会影响 所以这一次呢 有一千万在那个幸福广场里面 包括厕所的动线 把那三间的厕所移到 那个环保所那边 靠环保所那边 那可能这边的动线就会比较好 除此之外 相代表徐秀之针对了 倒热病补助与防治药剂价格 动之国小 通学步道工程告示牌 资讯内容不明确 传统市场改建 以及建议落山垃圾掩埋场 转型建置绿色环保公园等等的议题 在40分钟的咨询时间内 逐一提出咨询 要求相公所能重视 加以改善或加强 记者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 嗯